三十四 太陽報 微博社區 溫州膠蝦事件暴露食加盲區 2015年7月22日兩岸A27微博社區浙江溫州鄭女士 日前在街市花一百元購買三隻冰鮮大蝦 回家清洗時刻然發現大蝦體內境被注射不明膠狀物 已是冠膠蝦 監管部門介入調查 帶走攝氏的冰鮮蝦樣本檢驗 攝氏水產灘反而退還一百元給鄭女士 詩咸咸 評論員 事件反映有關部門面對公眾焦慮的民生問題時 缺少以人為本 為民服務的責任心 民意食為天 食以安為先 在其位卻不謀其正 換忽職手 推位此害責 這才是住膠蝦中最不透明亦最可怕的物質 華商報國員鵬 評論員 檢驗關口是燈眼閣 在市場銷售這個環節 有壓壞格的監管制度 對於進入市場的食物 需要在菜市場的入口處 設立檢驗檢疫環節 可是有毒農產品卻 源源不斷的從農貿市場進入到市民的餐桌 保障涉之安全 豈能止於退級消費者一百元 四川在線里記 網民 事件暴露內地食品監管機制盲區 多頭管理 職責分工不太明 但有關部門要徹底管 不能每億次都高高抬起 輕輕放下 鹽茶鹽管令容忍 才能倒逼食品安全令風險 中國青年報